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不是最恨说教 最恨听人说教 只不过是给例子 刚好有多事情发生 现在世界说的是真材实料 是真正的实力 还要是持久性的实力 7月份北半球暑期 很多运动大赛都出台 英国温布顿网球阿辉特纳 第八次获取冠军 闯下世界纪录 媒体封他做超人 真正的超人 法国单车赛最出名每年都有 Tour de France Chris Froome 英国代表 仍然穿着一件黄色冠军战衣 仍然保持领先群雄地位 我上星期也说过 在白武达纳西兰 英勇地拿赛赛的美国杯 我的杯已经运回来了 令到非常虚陷 还有英国一级方程式大赛 British Grand Prix Lewis Hamilton 以一个Master Classic 这些传媒形容他 Master Classic Master Class 是极有型的姿态 夺取冠军 距离冠军只差很少步 还有西班牙美女Gavin Muguruza 三盘直诺打败美国的黑猩猩 Venice Williams 使他连环击力也没有 完全是实力超然 这些是例子 是刚刚发生的例子 汇市分析和交易 亦是一门说实力 持久战实力的运动 一定会有输赢 但一定要赢比输赢 会过多到输赢比输赢比输赢多 输赢比输赢 有数字得计 那些心水清的听众与观众 先参赢一张根据 是汇市炒家市场的CFTC 即是资格国期货炒家合同 在这里经常有看 因为这个合同的盘口多寡 是给我们一些灵感 不是要跟它 亦不跟它 而是要自己误出一些灵感 市场会怎样做 泰国旁边会否有平仓行动 一有风吹草动 或是否现在才开始走势 也要跟着走势 Train is your fucking friend 忘记了 这不是无间道 不能说粗口 听证会后来大转态 突然之间一个大U-turn 你驾驶车便知道 U-turn 细空甲囊 最为显著的 当然是美元盘 上面这幅 你见到密密麻的橙色的直条线 代表美元合同的长短仓 底线是长短仓 底线是短仓 留意右手面的小小山 下面有年月日期 可以看得到 这山仔是去年2016年5月 向下突出 代表短仓美元 但从6月开始 一直向上升 升至今年2017年1月 在山仔太平山顶 一点也不太平 到最高点 然后一直向下 一直减少长短仓 一直消化 减少到7月份 这次又突出向下 代表长短仓变空仓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大转态 大U-turn 上面蓝色的弯弯弯弯弯 就是美汇指数DXY 价钱在左手面有所显示 这幅图能否给予显示和灵感 若你们有人看得到 我恭喜你 因为我也看不到 我觉得是上代观察 唯一我可以稍微误得到的 这张图由2013年 从最左面下的日期开始 2013到现在 即是三年多 空仓美金的日子很少 向下突出 一下 一下 一下又升 一下又升 现在正正正正 而持续时间亦非常短 看看向下突出的橙色线 你就会知道 有多少条 即是以历史为隔 汇市不一定是以历史为隔 很多时会创新 但如果以历史为隔 美元现在的下跌 空仓美金盘 很可能只是短期 如果真的这样 亦符合小弟这周的看法 等耶伦的 惊奇情绪化的突变 过去之后 又或等暑期症候群 过去之后 跟持时代运转 川普的减税和基建计计划 又开始出台 美元又会重回声势 你的问题是否そう 但这是估计 暑期症候群 应该在9月开始结束 7月中有多 一个多月已到9月 这情绪化突变和暑期症候群 分分钟在9月已过去 9月很重要 到9月份耶伦大有可能已开始缩表 一缩之下 我从未试过 美债的知识会上升 美金想不上升 这张图显示日元空仓增加了很多 是达至6月14日以来的高点 而家园的空仓 家园一路强 但一路有空仓 亦大有减少 欧罗的长仓 是达至2011年5月份以来的高点 昨日和你们分析的境外美元兑人民币 不知会否跌穿走势支持线 已经跌穿了 6.7763 跌穿了 最大原因是美元大围跌 下个支持位 最重要是告诉你们 我会继续向你们报告美元兑人民币的走势 如果很多人听过买了人民币做存款 一定要跟着知道走势是怎样 下个支持位 6.7245 再说一次 6.7245 这是2017年今年的低点 如果是炒家 就会看下一个目标 目标不是一定到的 可以完全不到 可以接近到 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是6.7245 如果看技术性分析图表 就是向这里走 现在汇市的策略是怎样 说这么差 基于美元的跌势 肯定这个星期未完 没有那么短 刚才已经说了 你看到那些橙色线 现在突然大转态 没有一支橙色 就弹上来这么快 由很多年前以来 一直到现在 你都看到了 起码有几支 最少两三支 市场亦多持观望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暑期 大些人都放假 我这些小些人 还坐在这里和你们聊天 成交不止薄弱 还非常飘忽 因为成交量少 一个稍为商业的大盘 或者一个神经盘走进来 便会发上发落 我建议 不需要心急 慢慢来 不同市况用不同策略去应付 每一个交易 都与我们的口袋有关 不可调以轻心 不要心急 慢慢来 看定至埋手 例如 美金对日元 如果真的美金跌 111.5 纽红元对美金 一定要说 因为无间道 第一辑已经说 纽红元中央银行 不让他过0.74 所以现在 纽红位 0.74 去到那里会怎样 然后也要看住 澳洲对美金 这也是我在 无间道第二辑已经说了 中央银行可能不高兴升到这里 我们要看住位置 即是0.7875 还有 英镑很久未升上来 1.3至上 现在让他轻舟以过曼崇山 英语和中文也不好 如果说错了 多多包涵 已经升破1.3 现在合格位置是1.3200 再观察 如果这些价位到了时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有很多种情况 要看气势 成不成 过不过胜 看当时的经济数据 是否符合 会到这些价位 有没有突发的事故突然走出来 突然叶伦说 我又要加息了 是女人 吹笑 是非常善变 所以 一定要执山 一定 我说三次 要放止损 还要放低点的止损 看错了 算了 当交学费 交少许学费 会市想赢钱 和辉特拿赢温布顿 Chris Froome赢Tour de France Louise Hamilton赢Grant-Crie 纽西兰赢赛 其实是要赢得持久性 加重努力 加重努力 加热情 必须要有热情 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 做会市这么简单 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